本土新冠疫情持续降温 连续两天单日新增的确诊数跌破2万例 从今天开始确诊者居家照护隔离天数 从7天缩短到5天 另外日前指挥中心指挥官王毕胜表示 将分阶段开放口罩禁令 也要从三大面向来观察 其中单周确诊数在15万例以下 还有单日确诊数在2万例以下 目前暂时达标 那么这样子11月底之前 口罩令第一阶段松绑是否有望 指挥中心表示 还有其他的因素要考量 细节也在规划中 今天开始隔离只需要5天 确诊者防疫松绑5加N 上路的第一天 一时视讯看诊 而提面命提醒确诊者居家照护的天数 从隔离7天缩短到5天 隔离期满后 快谁阴性就可以不用后面的7天自主健康管理 若是快谁阳性仍可出门 但不能聚会聚餐 全程都要戴好口罩 考验民众的自主防疫意识 有些你即使隔离了5天 或者是7天之后 毕竟来讲你如果快篩还是阳性 传染给别人的机会 还是稍微高一点 快篩养的朋友 还是要有点道德操守 自主管理期间 阳性要外出的话 那自己要戴个口罩 然后避免是跟人家聚餐 疫情持续降温 防疫措施松绑 不少人也期待口罩令放宽 日前指挥中心 指挥官王碧胜表示 要从三大面向观察 包含单周确诊数在15万例以下 单日确诊数在2万例以下 目前这两项暂时达标 但还得看冬季流行病的状况 才能决定口罩令 是否有第一阶段的松绑 还有其他因素在考量 宣布的时间目前还在规划当中 11月底前 有没有可能先执行 第一阶段放宽 指挥中心不愿松口 而11月14号起初 确诊居隔改为5加N 另外学校部分 未打满3G的学生 也可以不用周周快篩 针对111学年度 在校的国小生 指挥中心也将会免费提供 每人5G的快篩试剂 预计在11月21号前 送达各校 历经两年多的疫情 台湾防疫症逐步回归 生活正常化 记者三周一节 特报道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昨天在脸书发文 诚心与高宏安 统荒竞选影片争议 也针对新竹市长选情 发表了意见 他认为新竹市 需要由科技出身 理解科技产业发展 趋势的人选来带领 但因为郭董也说 要一位能够跳出 传统政治框架的人 没有直接点名高宏安 反而又给外界一些 质疑空间 而有周刊今天 再爆料高宏安国会办公室 十三页的内障资料 直指他不只涉嫌 诈领助理加班费 连助理本薪都疑似低薪高报 十一个月挪用公款 超过六十万 高宏安遭受蓝绿杂沙 就连同框红海创办人 郭台铭的影片 都挨红合成造假 郭董也终于为他发声 脸书po文 早就答应要合拍影片 却因为行程时间瞅不拢 但也同意授权使用 也将调新竹市 需要一位能够跳出 传统政治框架的人 科技出身 理解产业发展趋势 但至于谁最适合 只能依赖全体市民智慧 不过媒体人周玉寇则解读 这不就是在说省慧红吗 话说的酸牛牛因为高宏安助理费争议 又有新市政曝光 周刊引述吹售者爆料 质疑他不只涉嫌诈理助理加班费 连薪水都以死低薪高报 例如某助理薪资六万 但内帐中却有一笔因退款 里头还含有加班费 加起来三万两千六百九十三块 跟公积金入账金格一模一样 十一个月来类似款项就超过六十万 他今天都还没进办公室 都没有 多达十三页的办公室内帐资料 全被揭露 疑点重重 高环周一一早来到经济委员会监道 却临时改成了书面巡查 上午省影没出面 打脸的高宏安委员之前所说的 自愿的捐款 这绝对有违反贪污治罪条例 利用职务榨取财务罪的问题 获取消强人心自问 不要再用过去 都推说不清楚的态度 省钱倒数高环助理费争议缠身 对手找到机会猛攻 恐怕成左右选情关键 接下来新竹组合报道 新竹市长候选人高宏安先前住院 却可以请假外出拜会新竹县长杨文科 遭到卫福部长薛瑞源批评 有滥用医疗资源的嫌疑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回应薛瑞源说 他是妇产科 我是急重症外科 意外引爆了台大妇产科民回呛 说改改大佬的心态 那么克文哲上午亲上火线 坦诚失言 但强调诊断高宏安 他对自己的医术有把握 还要薛瑞源如果头晕要看诊 可以用朋友的立场 勉强帮他看看 那个妇产科那个问题 我也觉得是失言 薛瑞源不是说妇产科问题 他根本没当医生很久了 坦诚前一天又失言 克文哲为子弟兵高宏安 开战卫福部长薛瑞源 他是妇产科 我是急重症外科 大家应该相信我当时的判断 这句话却意外引爆妇产科医师怒火 台大名医师警中脸书发文 说柯P一句话 惹恼所有妇产科医生 回忆当年就治心脏病孕妇 却被心脏内科教授回呛妇产科 懂什么 要这些大佬心态改一改 高宏安也亲自秀出两手 点滴打针 瑜琴痕迹 陈琴住院 不是演戏 柯文哲亲上火线护航 爱将住院都是自己决定 还有检查还有病人 然后我对医术是有自信 谈话给我五万民 我当时的判断是 这个没有睡觉又有点脱水 因为这个根本就一直没有吃 以医生的角度在看他 我不是用政治人的角度在看他 只是薛瑞源不认同13号 直接开酸柯文哲 要不要也帮自己看诊 军卫兵的一些话语 也搞得身心俱平 薛瑞源是以抹黑的角度去看待他 改天我会找时间去请教我们的柯大使长 是否应该要住院 他也同一幕线 如果他愿意来给我看 我当然是给他看 虽然我现在没有开诊 勉强帮你朋友立场跟你看一看 是可以的 柯医师也出招 欢迎部长也来挂号 中央最高医疗体系首长 因为高宏安开杠 昔日医界朋友 是政治判断还是医疗考量 恐怕见仁见智 这次我们讲高子瑶台报道 决战白礼猴来看到 新北市公办辩论式政见会上午登场 新北市长侯友宜和民进党候选人林佳龙 正面对决 两个人有36分钟的时间 可以阐述政见 侯友宜聚焦在过去四年的政策上 但是他也酸了一下林佳龙 把13行博物馆长成了14行 那么林佳龙则是锦咬侯友宜 猛攻他只会说好好做事 不敢承诺布选2024 更批新北市根本停滞不前 两人笑容满面走进会场 新北市公办辩论式政见会周一上午举行 分成阐述政见提问以及结论 共36分钟 提问第一题就要侯友宜回答 是否落跑选总统 而林佳龙选输要入阁吗 暖身后格局放大到两岸议题 林佳龙先开火 喊话侯市长表态立场 我签了不投降承诺书 侯市长不敢签 你无所回避 请回答台湾是不是中国领域 请大家不用去质疑别人爱国跟爱民 不是用一个签承诺书 就表示说你很爱国 尼克回击而针对交通问题 侯友宜突然开炮 林佳龙日前敞口误 没有交叉结问 两人依旧炮火猛烈 但对自己的表现 都说留给市民来评断 记者在黄神部杨越达新北昌报道